大家好我是Spark 現在那些外匯盤 都已經倒得七七八八了 剩下的是那些拆分盤 還有原始股盤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解釋 什麼是拆分盤 我現在是冒著生命危險 在做這個video的 要是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在upload video的話 代表我已經給人家做掉了 我現在來為大家示範 什麼是拆分盤 來來來 大家看過來 這邊有一支筆 叫做有錢筆 代號YQB 今天Spark給你一個機會 讓你變有錢 讓你致富 讓你買大房子 駕跑車 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這支筆 有錢筆 是一支可以讓你賺錢的筆 所以它的價值 肯定是不菲的 跟你講 這個筆在一個月過後 它的價值 就會起到2000塊錢一支 身為朋友 不要講我沒有介紹你 賺錢的好機會 這個筆一個月過後 你拿去賣你的朋友 2000塊錢 你就賺1000塊錢了 一個月賺1000塊錢 買不買 賣 一個月過後 買了這個筆的人 就去找他朋友說 好東西介紹給你 這個有錢筆 下一個月就值3000塊錢了 現在2000塊賣你 到時候你賺1000塊錢的時候 再請我吃飯也不遲對不對 買不買 賣 賣 然後這個用3000塊錢買的人 就去賣下一個人4000塊錢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你要買就快點咯 不然以後你賺的錢就更加少了 你要出更加多的錢 才能賺這個1000塊錢 買不買 賣 這個筆就這樣子繼續每一次漲1000塊錢的 轉手到第10個人的手裡 然後第10個人就跟第11個人講說 你看之前10個買有錢筆的人都賺錢了 你不要賺咩 你們有注意到嗎 這個筆真的能賺錢 真的是變成有錢筆了 這個筆就這樣子繼續的轉手 越來越增 價值越來的越高 賣到18000塊一支的時候啦 突然間有一個人問說 欸這個筆啊 除了能拿來寫字 他還能拿來這末 拿來這末 YES 終於有人清醒了 不要 這麼要用18000來買一個只能寫字的筆呢 清醒過後啦 那個用17000塊買這個筆的人啊 要賣你18000的話啊 不論講賣你1000塊就好了 你買不買 當然是不會買啦 你看 之前每一個買的人都賺1000塊錢 但是今天要說這個筆賣不出啦 你用17000買啦 你就要虧17000你知道嗎 原始股也是一樣的 他靠的是說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投資一個未來 價值會過億的一個項目 以後一上市 你就是百萬富翁了 到時候你就開豪車 住豪房 過著每一個人都羨慕的生活 然後其他人就後悔 當初為什麼沒有投資這個項目 你要後悔嘛 不要後悔的話 就跟我們一起來投資這個項目 到時候我們就一起開跑車 去靠了一了 好不好 好 但是這個項目要是沒有上市的話 你用10千塊買的這個原始股 可以拿來這麽 連電桌腳都不能啊 但是你要賣多少錢 你們去注意看 很多人賺錢不是因為他們投資的賺錢 而是他們去招別人來投資 然後他們賺錢 他們招的人越多 他們賺的錢就越多 但是不要忘記這種遊戲 到最後一定會有人受傷的 這種投資賺的錢 都是拿後面進的人的錢 拿過來罷了 如果你賺的越多 代表越多人在虧錢 今天如果不是你虧錢 就是你下面的人在虧錢了 然後他們虧的 會比你賺的還要多 因為那個數目是一直倍增的 所以各位 在你要投資這種遊戲的時候 請你認真地去想一想 你賺的錢 可能是一個老安提 辛辛苦苦用20年存下來的老本 或者是一個孕婦所有的儲蓄 要是有一天受害者是他們 你過意得去嘛 所以在這裏要奉勸大家 杜絕這種金錢遊戲 建立一個健康的經濟環境 希望每一個人是用創造價值的方式 在賺錢的 謝謝大家看完這個video 希望我的分享有幫助到大家 大家要是喜歡我的video的話 就like 然後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知道 讓他們知道這種錢 是怎樣是在賺的 謝謝大家